那这里JR是勾巴进行了一个Limp 那方拼90来自于Allen Keating Straddle的位置是加注到了6600 Allen Keating大开大合的打法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翻牌圈的三张是什么 好,90目前是一个两头胜的概念 不过排面的花色呢跟它什么有关系的 那勾巴呢是直接中了一个中队 这个时候的勾巴进行过牌啊 90下注了1万 那勾巴也是进行跟注 转牌是一张方片三 在这个时候转牌的点数显得非常空白 那么Keating在转牌也是开始打自己的这一注 那么这一注是3万5 也是具备着在尺度上面明显的威力 只不过它的整个形象啊 如果让人怀疑很正常 一直以来形象呢其实很一般 那现在要去看合牌的是一张勾 哎,这张勾微妙就在于 让Keating形成身子的同时 勾巴变成了两队 如果他以6的方式到顺 那么勾巴依然只有8一队 但是他以勾的方式到顺呢 勾巴就是一个两队的排行 这个时候这样的最终排碰排有可能 给吉亚带来更多的伤害 而Keating打得非常的狠 他直接是一个 All-in 我们要知道原本的底持啊 也就是10万出头 Keating直接打All-in的话 打吉亚后手的32万多 是一个三倍底持左右的拳压 是一个绝对的overbet 非常大的威力 换句话说在这种威力面前呢 大部分情况下你勾巴 这样的两队排行也只能去赢Blaff了 因为对手在合牌的行动尺度 是真的太过于的夸张 这种时候对于吉亚是非常的难受的 我们说如果啊 Keating最后倒顺是以6的方式到 6 7 8 9是 那吉亚那边最终也就保持着8一队 这样的排力呢 面对Keating的动作 他其实合牌是不用难受的 我合牌肯定是跟不动啊 但是呢 现在巧就巧在 Keating是以勾的方式倒顺呢 让吉亚变成了两队 但是这种情况 无论是节目当中也好 还是观众朋友们 大家自己在实战过程当中也好 会经常碰到 正是因为这些机缘巧合 给德州的这种翻后战斗啊 带来了更大的魅力 也有更大的对于玩家的吸引力 他这里当然会有短期的一些 偶然性在作祟 那么对于勾巴来说呢 其实现在的信息上呢 其实从头到尾打Keating 他都是不太明确的 因为你比如说Flop这一枪 Keating先打 他的范围可以保留的很快 他可以有任意的中队可以打 然后Pocket可以打 然后有圈可以打 然后甚至有超队也可以打 那么在这个转排呢 再开一枪呢 那些就是像盖了两顶以上帽子的口袋队的排行 可能性会减少 但是会保留着像顶队级以上的排力 以及一些强听在转排继续会打 那么到了合牌呢 你普通的一个队子 可能这样三倍底持的拳牙也做不出来 但是听牌到了的话 最后显然可以打出来 例如像90 那么合牌能够赢什么呢 要赢的是草花抽牌破产 对吧 这些呢是吉亚可以赢的 那吉亚最后还是call了 想要去抓抓看 如果能够抓到Keating是抽花破产炸狐的话 自己这波将会是一个大丰收 但是同样的 抓错的时候 就会变成是Keating的一次大丰收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